接下來的話,如果要寫一個程式 就是可以讓使用者輸入年齡 然後判斷他輸入年齡是成年還是未成年 如果是這樣,這個我現在已經寫好了,把它執行 那這邊會跳出一個請輸入年齡 然後為什麼? 因為這邊會多需要有一個函數,就是 input 者 那 input 者的話,就是他會跳出後面這個敘述在這邊 所以當我輸入某個年齡,比如說我輸入十五歲好了 十五歲理論上是未成年,所以我希望得到是未成年 那這個時候會輸入未成年 OK,程式的結束啦,其實大概是這樣的一個 那你會想說,這個地方的話,為什麼輸入的 首先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撰寫這個程式,當然第一個的話,你可以看到 我在這個前面多加了一個什麼? 多加了一個變數,就是這個 H 這個 H 的話,名稱之一取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 H 名稱太,整理起來一個 A 也可以啦 就是一個變數名稱 那如果說我要輸入資料的話 那你可以等於後面再加上一個 input 所以他會把剛剛輸入的這個十五有沒有 把它輸入到這個 H 裡面 那可是要特別注意哦 這個 input 這個含數,它得到的這個十五有沒有 特別注意哦,它有一個地方要特別小心 它 input 之後呢,得到的十五 雖然我們這邊看到這個數字對不對 但是 input 它會幫你轉換成文字 也就是說呢,它得到的是十五的一個文字哦 所以特別注意哦,如果假設我要做一個邏輯判斷的話 邏輯判斷比如說,判斷什麼 如果,底下我假設寫這個邏輯判斷 那判斷的方式的話呢 把它寫在下 特別注意哦,特別注意就if開頭 然後呢,後面的話就是打一個那個 變數名稱呢,那你要比較是 它到底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是大於或小於 比如說小於十八的話 小於十八的話呢 那就是位置,如果是小於十八冒號好了 這個邏輯如果為true的時候 那記得哦,後面一定要加一個冒號 表示結束哦,OK 所以如果這個是邏輯 然後enter一下 然後呢,再來的話,我們就是要做什麼 把結果print的出去 print的話就是輸出結果到那個什麼呢 到控制台 比如說,它是小於十八的話 那就是位置成年 所以這邊的話,我就輸出一個位 我類似像這樣,位置成年驚嘆號好了,OK 那如果輸入的話,當然 第一階段就完成了 如果是寫這樣的話 當然我的執行 執行的話,輸入十五 可是呢 因為我這邊沒轉型 所以它丟過來的話呢 是十五的一個文字 有沒有 目前我剛有提過 input得到的一定是一個文字 所以如果假設你丟過來的這個h 因為你丟一個是十五的文字 所以這個h裡面的形態是什麼 它就是文字哦 OK,特別注意哦 但是請特別注意哦 如果你今天假設h 它是個文字的話 那特別注意哦 文字就不能跟數字比大小哦 所以哦,一定要記得哦 如果你沒轉型 比如我現在沒轉型的 你會發現它馬上會出現錯誤 而且跟你講說 Type-Air 哪邊有錯 第二行的地方出錯 錯的地方在哪裡呢 錯在這個地方 它馬上告訴你說 如果你要比較那個大於或者小於的話 它一定要是一個int啦 所以你這個時候一定要記得 請你在input的前面加一個int 那主要的目的是怎麼樣 把剛剛的那個文字轉換成什麼 一個整數 然後才能比較大小 把它執行一下 OK 你會幫你請輸入年齡15 15歲好了 Enter 未成年就輸出 可是哦 如果你現在執行的話 假設執行20好了 Enter 你會發現哦 得到什麼結果呢 沒有東西耶 為什麼 因為還沒寫完 所以如果假設 你如果是 只是要抓出未成年 那成年不管的話 寫這樣就OK 可是呢 如果你連那個成年也要把它抓出來的話 那記得哦 你下面必須要再多寫個else 那else的話呢 可能要注意一下哦 你Enter之後的話呢 記得一定要再按一下backspace 如果你不加backspace的話 那Python會認為你程式寫錯了 因為在Python裡面 那個縮排有沒有 是程式的一部分哦 你不能說你高興縮排 你就說不行 一定要縮排 那縮排的位置一定要記得哦 一定要比照這個看到的樣子哦 也就是說什麼狀況做什麼事情有沒有 那做什麼事情是在它底下發生的話 那記得一定要縮排 那如果說呢 反之的話就else else要做什麼呢 跟他講說 反之 那我就是成年啊 那我把上面程式複製下來改比較快 有沒有 反之記得哦 else的話哦 就是寫這樣子 就是 如果你要處理哦 成年跟未成年 當然如果你要處理未成年 你下面那個邏輯不用寫啊 因為成年你就不管了 OK哦 那如果你兩個都要處理 那記得哦 else一定要加一下 執行一下 那這個說輸入二十 輸入二十看看 二十應該是成年了 欸成年就有了 OK 所以哦 如果今天呢 我要成年跟未成年都要處理的話 那當然就可以改一下 好 那另外哦 請各位注意一下 當然這個地方h 是不是一定只能 邏輯一定要是小於 如果要用大於對不對 可以啊 可是記得上下顛倒 觸跟false顛倒 反正 看你怎麼寫比較順 OK哦 所以這個時候有時候邏輯 可能要看每個人的習慣 有的人習慣用小於來比較 有的時候呢 有的人喜歡用大於來比較 或者是有的時候大於等於啦 反正這個 我覺得應該看個人的習慣 以這一題來看 我是主要是針對未成年 所以我是小於 OK哦 好 那假設我想改一個邏輯 什麼邏輯呢 如果哦 這一題的話呢 我希望在成年裡面 請你幫我再分 分成什麼呢 成年我希望呢 十八歲到 三十 三十 三十五吧 我看一下 假設啦 十八到三十五是屬於什麼 屬於青年好了 有沒有 十八到三十五 好假設啦 我十八三十五青年 然後呢 三十五以上 三十六到六十五好了 像算壯年好了 OK好假設啦 那六十五以上算老年 如果呢 我希望針對成年的這個等級哦 我再劃分成三類 那你想說老師那三類怎麼 現在是True跟False啊 可是以後如果你除了True跟False之外 你還要再延伸去做其他的判 就是多重判斷的話 那應該如何修改呢 我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也不難 如果你假設 希望判斷的 如果 將來除了True跟False之外 中間還有第二個判斷 第三個 第四個 以後可能會很多嘛 有沒有 你可能不只兩種 然後可能什麼事情都只有兩種 不可能吧 所以如果你有剛剛講的 那其實你可以把它寫在 if 這個邏輯的下方 else的上方 就中間的地方 那你習慣上 我是呢 直接把它 直接enter它 然後呢 我的習慣是直接複製這個 有沒有 複製C 然後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else上面這個空白行 貼上 但是跟各位講一下 在那個什麼 在if的邏輯判斷裡面 不能有兩個if 所以第二個if 請你在前面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el 叫lif OK 其實其他都一樣 所以呢 我們第一個是未成年 好啦 假設我第二個如果 希望是屬於青年好了 青年我忘記是到30還是35 反正不管 就是 看 多看一下 30 假設吧 到30 那 如果呢 我的h 就是要在什麼 18 大於 大於18 然後要 小於30 應該是小於等於30 的話 那這個地方有兩個條件 所以如果在邏輯後面有兩個條件的話 那第一個當然我就是把它寫成h 大於30 空一格 第二個條件是小於 小於等於30 小於等於30 所以這邊加一個amd 空一格 然後再加一個h 這個變數呢 要大於18 所以等於是19以上就對了 19包含 然後呢 也必須要怎麼樣 要小於等於30 那這個地方當然我加一個等於 所以它就等於 就是說呢 也包含30 那如果你假設不加等於的話 那你這邊可以改成31 有沒有 所以它會落在這個區間裡面 有沒有 那它就是所謂的什麼 所謂的青年 好了 假設 這邊我給它一個叫青年的一個level 好 再來的話還有什麼 還有一個叫什麼 壯年對不對 壯年怎麼改 其實很簡單 Ctrl C 有沒有 然後你就把這個 所以 假如說你有第二個判斷 第三個判斷的話 其實把第二個判斷 複製一下 然後你把它貼到底下 Ctrl V 貼上 然後呢 改應該會吧 應該就變成這個H 一定要大於 大於31 大於30 要包含 所以等於 大於等於 OK 所以這個應該還蠻直覺的吧 然後而且呢 要小於 小於66 才對 因為如果你假設要65的話 變成說 這只會到64 OK 所以如果你要 你要這樣的話 你就變大於等於65 好 那剩下來的話 其實如果假設 如果你還要再做一個 其實你也可以在Ls 以不再複製一個 可是理論上 已經切 切 切完了 剩下的就是老年了 所以Ls的話 直接把它改成老年就可以了 好 這樣就寫完 應該可以懂那個 我這邊寫的邏輯吧 好 那寫完之後就是判斷了 不過這個比較麻煩 就是他 變成一次只能執行 一個邏輯判斷 所以我今天假設66歲好了 66應該老年 看一下 沒錯 所以你可以rown一下 如果假設我今天是28歲 應該會落在青年 所以他會先跳這個 這個沒有 他就跳這個 這個有了 那就輸出青年 沒錯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也就是說 將來如果你要把兩重邏輯 變成多重邏輯的話 其實還蠻容易的 有沒有 其實你也不用說 特別自己在改 我剛剛主要是先拿這個上面 有沒有 這個東西其實怎麼來的 拿第一個複字貼過來 前面加一個頁 如果假如你的邏輯 會有兩個條件的話 記得在中間加一個and and的話 是兩個條件都要同時為true的時候 就是所謂的交集 當然未來如果兩個 只要一個出現的話 就變偶了 OK 好 那 這邊的話請各位試試看 就是多重邏輯判斷的部分 輸出應該OK 試一下 這個的程式 雲端上面也有 就是在 或者你們講 雲端上面我是在第二單元的第九頁 你們講義上有自己找一下 因為講義其實也是從雲端 我把它就是重新編輯的 可能比較會有問題的就是這個 就是大於等於 如果你假設比較習慣大於等於 那你就就是直接記得 大於等於的話 這邊是30 OK 這邊是65 可是如果你假設沒有等於的話 記得這邊要變31 這邊要變66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邏輯判斷 那當然除了這樣的敘述方式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敘述方法 不過我不太喜歡那樣的敘述方式 就是我們這邊的敘述方式 其實比較接近口語的敘述 可是另外一種敘述就是說 它會把什麼呢 這個我把它這一行 這一行註解一下 另外一種敘述方法 就是把H放中間 但是那個我其實有點不太喜歡 就是說這邊18對不對 那你可以這樣子 18然後H 這個應該是31 就是你這個H有沒有 可以把它擺在中間 然後你前面它必須是大於18 然後呢 而且是它必須小於31 那就是18 19到30吧 OK 這樣的寫法也OK 只是說這樣的寫法 邏輯上面 比較不太接近口語 所以我個人比較習慣是剛剛的那樣的敘述方法 但這個方法的話 如果你覺得比較習慣也可以 只是說看個人 反正程式 你就選一個你自己比較不會寫錯的方法 就好了 OK 試試看 那同樣的 像以剛剛這個問題 我就很好奇 我說如果我問一下ChargeGPD 它是不是能夠真的幫我把程式寫出來呢 後來還真的是可以 只是說呢 它寫出來的結果長什麼樣子呢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OK 你們先試一下 把剛剛這個程式先試著亂亂看 記得不要有bug 然後 如果你覺得這個方式你覺得多餘的話 我是建議只是補充一下 還有一點順便講一下 如果你希望程式把它變成註解的話 記得在前面加一個緊字號就可以 緊字號的話表示說 這一行程式它是一個註解 是一個註解 另外有個快速鍵順便可以記一下 就是Ctrl-1 Ctrl-加1有沒有 它就會把這一行Ctrl-1 數字的1 Ctrl-1 你按Ctrl-1就是加一個註解 如果你再按一下 它就會消除註解 有沒有 Ctrl-1 這個還滿方便的 甚至Ctrl-1還可以有一個好處 就是如果你多行要註解的話 你選多行Ctrl-1 多行註解 如果你要消除的話 Ctrl-1多行就取消註解 OK 這個還滿建議一定要記起來 因為這個真的滿好用的 註解有沒有 不然的話你變成多行 你要自己前面加錢的符號 真的有點麻煩 OK 這個其實跟以前寫Java也差不多 我發現快速鍵都差不多 因為環境好像很多都是相通的 OK 所以這邊的話 我還是把它改回原來的寫法 因為我個人是比較習慣用這樣的敘述方法 但是之前有同學是問說 他以前可能學C語言的時候 是寫下面那個方法 那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就看你個人習慣 不要寫錯就好了 OK OK